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都一样 其实我有加的部分只有加这个 setcontinue下面 这个比较重要就是说 我去抓的话是抓那个Android底下的这个assets TripleDirect Index 所以如果说将来呢 各位要做一些变化 比如说你也也许不一定那个页面叫index 你可以另外在index2,index3,index4 你可以有很多index 然后呢针对不一样的 页面要显示内容 你可以用切换的方式 去把它们打开来 那这样其实就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基本上等于就是把那个 网页在我们的WebView里面秀而已 那user根本感觉不太出来 另外的话底下部分 我们是这FindView把它连结这没有问题 另外这个一定要让他able等于true 就是叫什么JavaScript 预设值好像是false 如果false的话那你JavaScript不能run 另外的话呢 这里面的话我们还在增加一个 这个加不加好像影响不太大 因为他是一个这个WebView的client 这client的话避免就是说我们额外再去开 开到外部的那个browser 就直接在我们这个Web里面开 所以 这里应该没有影响 除非说你有很多个页面 很多个 外部连结的话才会有 才会影响 OK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就利用一个方法 叫LowURL 去把我们上面的这个 这个路径把它漏进来 就OK了 也就是那将来是不是说 也是不是可以 所以 好 好